妳那天去當DJ的時候啊 好像還有人是特別包車下來 就是我們以前的同事 我就跟他說 我要全台首場DJ秀 我們要不要來支持一下 我要跟粉絲回首的時候 突然就突然爆開了 最近有跟他聯絡嗎? 你懂嗎? 一直包車 那好像還會寫信給妳嗎? 對 我可以寫信 我就寫工作要加油 現在有一些知名部 但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小心 對阿 因為上面 然後 都要再三個同意 現在居然還有用寫信的姿勢 其實蠻新鮮感的 她都寫多大招? 有時候一張 有時候畫比較多說三張 妳那天去當DJ的時候 好像還有人是特別包車下來 他們是? 就是我們以前的同事 我就跟他說 我要全台首場DJ秀 我們要不要來支持一下 他們就說好阿 姐這樣一說當然要來阿 所以他們就很夠義氣的 然後就搭包車從台北下來 所以他們是妳說同事嗎? 是連董以前的 對對對 以前我們有一起相識過的好同事 算是連董的小弟啦 對阿對阿 他們也算是保護我嗎? 因為畢竟夜店的那個場合 就是也擔心粉絲會很激動 還是會有什麼意外發生 所以他們也是基於保護我的立場 然後所以也到場來支持 那天是不是就是要上台前 有非常驚險的狀況? 嗯對 因為要上台的時候 我要跟粉絲回首的時候 突然Nura那邊就爆開 然後我就想說天阿怎麼辦 然後工作人員就趕快就是 讓我下台 然後在我的身上纏著補圈的那個膠帶 先貼著這樣子 對 那大家這樣有微觀嗎? 沒有喔 因為還好沒有人發現 是我自己發現的 因為我突然發現Nura好像先輕 本來是都沒事 本來是都沒事 但是沒有想到做動作的時候 突然就先輕 那不就還好是在上台前發現 對 還好是在上台前發現 你那一天的那個造型啊 是很性感對不對 對對對 是種一個性感扮夾的那個回覆造型 那那個new bra是不是 就真的只有那一片了 對 其實就是貼著new bra這樣子 然後一邊這樣抹衣服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new bra 所以要是你沒有發現的話 他就是先開的狀態 那也太尷尬了吧 很幸好 所以那個時候纏那個五圈有沒有很不舒服啊 我沒有欸 我就盡量叫大家說 沒關係 你要纏十圈也可以 就是纏十圈也可以 因為我很怕就是上台就是太寒了 然後他就又爆開這樣子 那像現在啊 其實你很努力的在轉型嘛 那你會不會有一點困擾說 名字一直跟袁董寫在一起 嗯 還好 因為我覺得 沒關係 因為本來就是跟他一起直播這樣子 出來的 所以沒關係 中間好像有一段時間是蠻 有遇到一些狀況 對不對 跟公二那時候 喔 對對對 那時候可能 呃 受到一點點影響 所以當時原本有跟某個場 場商有合作 但是 因為這個關係 然後就突然變成消息 那你有跟連董講嗎 那時候 呃 有啊 我有跟他說啊 因為他原本就知道我 我有跟他親家 我說 我那天沒有辦法直播 對 因為我要去參加直播 都不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我又跟他說 被取消了 可以直播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我就怎麼了 然後我就 我就有跟他說 說偶爾他沒關係 嗯 然後他知道是他的問題的時候 他有跟你說什麼嗎 嗯 嗯 嗯 所以我跟他說 最近 最近 一些 一些事情的 原因 然後所以常常覺得 不太適合得去 這樣子 對 因為我也不能把錯 全部關在他身上 嗯 最近有跟他聯絡嗎 連董 一直都有啊 一直都有啊 對 那好像還會寫信給你 對 他會寫信 他什麼時候寫啊 他都寫什麼 他寫 就寫 工作要加油啊 對啊 就是 嗯 現在有一些知名服 但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小心啊 對啊 紅約上面啊 然後 都要再三個討論啊 那如果有遇到什麼不懂的 也可以問他這樣 他都頻率多 寫信給你的頻率多嗎 嗯 就幾乎一個月已經寫到 對 他都寫多大招 很毛病 一般的性子大小 對啊 一張 嗯 有時候一張 有時候畫比較多 的時候三張 你當下第一時間收到的時候 你有傻眼嗎 第一次 有欸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欸 覺得說 現在居然還有用寫信的姿勢 覺得老派的啊 對 其實 蠻有 蠻新鮮感的啊 對啊 因為你真的要專心的 寫一封信下來 其實 我當時寫第一封信的時候 我應該重新寫了十張有吧 哇 你說回信給他嗎 對 就寫了一句 好像這樣寫得太好了 然後又撕掉了 然後又寫寫寫 欸這張字有點醜 快要再重寫 對 快要重複了十次這樣子 也許他也寫了很多次 嗯 有可能 對 的 Offcs 被困難 長 多